爸妈 姐姐 我回来了 你们放心 我会让那些曾经伤害过你们的人 带过来给你们忏悔谢罪的 边上怎么会有三个墓碑 这是谁立的 难道是 谁在那里 出来 天机格冷风 燕儿参见少主 你们是三师傅派来的 是的 阁主让我们二人前来听从少主调解 你们知道这墓碑谁立的吗 启禀少主 这墓碑乃是苏家大小姐苏雪儿所立 雪儿 三秒哥哥 等雪儿长大了 一定要嫁给你 好 到时候我一定给雪儿准备一个盛大的婚礼 雪儿她过得还好吗 少主 苏小姐她 雪儿怎么了 说 苏小姐因为私自给少主家族立碑 被白家大小姐当众羞辱 并且将苏小姐给毁容了 白芷若 她竟然如此歹毒 苏家呢 为何没有保护好雪儿 少主 当年叶家背面之后 白家侵吞了叶家大量的资产 一跃成为了江海第一家族 就算是苏家也不敢得罪他们 而且苏家担心苏小姐立碑 被一试会惹怒当年那位大赏 都跟苏小姐划清了界限 更别提保护苏小姐了 而且 而且什么 继续说 而且听说那位白家大小姐今天还要在江海大酒店 给苏小姐征婚 不过征婚对象乃是一群流浪汉和乞丐 白芷若 出发 去江海大酒店 大家好 我身边这位小姐想必大家都认识吧 她就是苏家的苏雪儿 今天我在这里为苏小姐争个婚 帮助苏小姐早日找到真爱 苏雪儿现在的容颜 怕是只有瞎子才看得上吧 切 别侮辱瞎子了 这种丑霸怪 瞎子都不要 你 你吗 今天为了能给苏小姐找到如意郎君 我特意挑选了一批人 你们过来 让苏小姐看看 苏小姐 这就是我为你找到另一半 你看看 有没有满意的 我来为你们主持婚礼 白芷若 你真的要做得这么绝吗 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 你已经将我毁容了 为何还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 呵呵 因为你 身边的人没有在意我 包括夜三秒 有谁正眼瞧过我 现在我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 你苏雪儿不仅成了丑八怪 还嫁了一个乞丐 我就算死也不会让你如此羞辱 死 呵呵 你若是敢死 我就让你苏家消失 让你们整个苏家的人给你陪葬 白芷若你 苏小姐 还是我来给你挑一个吧 就她吧 丑八怪配乞丐 简直是绝配 白芷若 你找死 三秒哥哥 你是 夜三秒 你还活着 你不是被打断手脚丢进海里喂鱼了吗 混蛋 你竟然敢打我 雪儿 对不起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三秒哥哥 你没有对不起我 看到你还活着 我就知足了 只是我 我现在已经配不上你了 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那个善良美丽的雪儿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你容颜恢复的 你等我一会儿 我先把这些坏人给收拾一下 白芷若 你毁了雪儿的容颜 现在又来羞辱她 你最该万死 哈哈 夜三秒 你的命倒是挺硬 怎么 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变成了丑八怪 很心痛吧 来人 将她给我拿下 走 我现在 这是 Hope 我承你这种 我承你 我承你 你承你 感谢观看